今天繼續跟來自香港的文化研究工作者 Jeff 一起談談 這個西方的左膠禍亂 怎麼影響到香港 香港大學和一些大學的社會科學 文科 都請了一些西方的學者 現在親中派和香港的老了 就很討厭這些外國人 覺得這些外國人坐在中審庭和盤踞香港大學 教導這些年輕人 要麼是黑暴 要麼是庇護國安法的被告 最重要是煽動的 以你所知 我經常都不想 西方的學者既然有這麼多左膠 他來到香港 香港的大學這麼好 如果有某些左膠在香港的大學教文科 他遇到現在這兩年發生的所謂的黑暴 他是不是應該秉承曼德拉 甘地 那個以前的 叫做social democracy 在雞蛋和高牆之間 他是不是應該會選擇雞蛋在哪邊呢 中文字幕查看 大家的主題